一个人越混越差的四种底层思维 尤其最后一种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厉害的人往往是相似的 但糟糕的人 踩得坑各有各的不同 我们常说 思维决定一切 同样一件事 不同的人面对时 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 最终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 查理 芒格老爷子有个观点 避免失败比追求成功容易一些 我特别认同 从某个意义上说 只要你少踩一些坑 前行的速度自然比多数人更快 所以 今天和大家聊聊 四种常见的思维陷阱 希望能带来一些启发 归因外界思维 最典型的表现是 认为所有问题 都是别人的问题 比如聊房子时 他们会说 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房子 中国楼市就是割韭菜 恶心的炒房客 害得老百姓买不起房 国家应该好好整治他们 再这样 楼市迟早要完蛋 比如自己焦虑时 他们会说 这社会太病态了 网络上到处都是 贩卖焦虑的内容 社会风气 都是被他们败坏的 聊副业 聊收入 聊失业 聊生活 聊未来 都会被他们果断扣上 贩卖焦虑的大帽 这种思维 最糟糕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越把所有原因 归咎于外界 越不会采取行动 反正问题不在我呀 我为什么要改变呢 这种念头 多出现几次 你的怨气将层层加重 把精力过多放在嘴上 行动力日趋下降 文语里有八个字 君子则己 小人则人 意思就是 那些糟糕的人 总是指责别人 不信你认真回忆一下 你认识的那些优秀的人里 有几个是整天说 这不好妈那不行的呢 我常在文章中说 这世界上的事情有两类 一 自己可控的部分 二 自己不可控的部分 一个人把责任全盘推卸给外部 看着很爽 事实上 他忽视了自己能采取行动的那部分 觉得房价太高 单纯吐槽楼市不合理 并不会改变什么 假如你确实想买房 那就踏踏实实挣钱 多关注买房案例 争取早日上车 觉得焦虑 单纯说别人贩卖焦虑 也改变不了什么 不如把它转化为动力 多思考多做些事 就像那句话说的 看不到前方怎么办 那就多走几步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 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解决问题 我能否在哪个点上做得更好 这些可控的部分上 它们才是扭转局面的关键 习惯性的归因他人 只会把路越走越窄 超捷径思维 大家经常听到要长期主义 不要走捷径这些观点 但老话说归说 老路走归走 想来也要理解 谁不想耍花些功夫 就能实现小目标呢 然而一旦想走捷径 你就会不由地开始想如何偷懒 接着就会开始盲目跟风 然后在跟风中泥湿自我 做什么副业比较好 听说有些渠道来钱特别猛 要不我也搞一点 买哪只股票基金比较赚钱 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 直接告诉你好或不好 买或不买 对或不对 但越直接的答案 往往越没价值 因为决策 是要基于大量条件综合考虑的 想快速致富的 想绕路直奔终点的 想轻松让人带飞的 可绝大多数的进路 早已不满前人的脚印 真正有效的方法 通常都不复杂 有时甚至只是看似笨拙地 去做重复的事 我们努力成长 不断学习 不断自我教育的重要意义之一 就是让自己有力量 抵挡住某些诱惑 单一价值思维 罗振宇讲过一个故事 他一个在杂志社做编辑的朋友 工作时有个绝招 编辑任何文章 只用三个键 全选 复制 剪切 没了 朋友说 老板给钱太少 所以我就这么工作 他给多少钱 我就干多少事 罗振宇问 那这么生产出来的文章 能好看吗 朋友说 当然不好看 罗振宇问 那你能力有进步不 朋友说 当然不会 可我有什么办法 谁让他只给我挣点钱 其实 这是一种常见的思维陷阱 只有一种价值判断维度 单一价值的视角是 我上班就是为了工资 老板多给我钱 我就多干 老板少给我钱 我就少干 很公平 复合价值的视角是 我上班除了拿工资 我还得赶紧提高自己的能力 多攒些职场筹码和项目经验 我的身价才能更高些 以后才有办法去拿更好的工作机会 做事时 我建议尽量追求复合型价值 你做一件事之前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先思考下 它是不是属于一级是多的事 如果是 那必须好好干 因为同样一份时间 你能有恩分收获 成长速度自然提升 这也是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态度 如今各行各业内卷那么严重 单一技能的价值已经逐渐降低了 你做PPT再厉害 你敲代码再牛 你做销售再舌灿莲花 也很难凭借这种单一技能 出类拔萃 必须在A加B加C加D的复合模式下 才能凸显出你的单向优势 埋头苦干思维 不是说拼命干活有什么不好 而是只拼命干活 不抬头思考 很容易掉入为努力和自我感动的陷阱中 华为一位副总在回忆录里说 他有一次找任正非汇报 听到另一个高管汇报时说了一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结果人正非炸了 今后不准再说这种屁话 什么叫苦劳 苦劳就是无效劳动 无效劳动就是浪费 我没有让你赔钱就不错了 还胡说什么功劳 有一种状态 其实特别可惜 做得太多 想得太少 许多人表面上兢兢业业 实际上始终在低水平层次上 做重复的事情 没有分析 没有思考 没有优化 看过一个寓言故事 一个人在吃力地剧木头 还没剧完 新的木头又送来了 越堆越多 朋友提醒他 你的锯子顿了 先磨力了再剧吧 他说 工作都做不完 我哪有空磨锯子啊 朋友问 那什么时候磨呢 他说 等我锯完所有木头再说 太多人陷入这样 埋头锯木头的困境中 对眼前的做事习惯所局限 导致像才滚轮的仓鼠那样 无论怎么奔跑 都停留在原地 撒切尔夫人说过 注意你的行为 因为它能变成你的习惯 注意你的习惯 因为它能塑造你的性格 注意你的性格 因为它能决定你的命运 而一个又一个行为 其实就是你思维的映射 重要的是 要时刻警醒自己的思维模式 避免被某种固定思维所束缚 在面对新问题新局面时 保持开放和灵活的头脑 多方思考 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同时要培养提升复合型思维能力 不要被单一的价值标准或观念所局限 而是从多个维度审视问题 追求事半功倍的效果 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优化自己的工作方法 避免重复无效的为努力 当然 改变思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警觉 并与聪明勤奋的人更多接触交流 让先进理念深入骨髓 就像打磨刀刃 日复一日地历练自我 最终也能锋芒毕露 行云流水 人的成长没有尽头 思维的优化也是如此 保持谦逊好学的心 我们终会找到通向成功的金钥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